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节目中华料理 我是New 之前有说过用鸡的白白肉做炸鸡很好吃 那么今天它来了 帮我拿点赤肉块 这赤块肉大概就是这个赤根和身体连接的部位这块肉 它特点就是这个皮是比较多的 然后这个肉质非常的细嫩 我只是说我知道了 像那个郑州盐浆罐炸鸡里边那个带皮牙签肉用的就是这个 好 那今天这道菜就是脆皮白白肉 买不到这个肉咱们可以用鸡腿肉剔骨来代替 上次做盐酥鸡有想减肥的朋友问我 用鸡胸肉做炸鸡行不行 我说行你信吗 实在管不住嘴的减肥育胃选手 可以把多余的油脂给清理一下 然后在鸡肉里加13香 黑胡椒粉 黑椒可以多凝朗一下 太矮这个了 料酒 生抽 一点点的盐 抓匀按摩一下 讲到金黄的外壳13香和生抽的量就不能加的太多 抓到酱汁全被吃透进去就OK了 然后是全蛋 姜片 抓匀 比盐的量啊 根据自己的口味来啊 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抽不够咸 那就加一点就OK了 好 鸡肉咱们给它精致一会儿 现在大家喜欢吃那种有鳞片的炸鸡 那我们今天就做有鳞片的好了 鸡肉先裹一圈淀粉 我用的是玉米淀粉 然后在水里过一下 再放回淀粉里打个滚 用力压实抖掉多余的粉 这个时候其实已经能看到鳞片了 如果没有请重复上述动作 油温加热到4成热 大概是130度左右 下入鸡块 下鸡的时候离油面近一点 裹了干粉的食材很安全没问题 等鸡块重型 颜色微黄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把油温给升到7成热啊 下入鸡块复炸 不炸这一步油温很高啊 通常5到10秒就OK了 注意千万别给炸过火了 炸至金黄捞出控油 炸鸡白白肉 肥炸的终极快乐 我还准备了甜辣酱 跟炸鸡一块吃 巨配 哇 巨脆 这个鸡的白白肉啊 做这个炸鸡真是太合适了 如果你鸡腿不会剃骨 然后想吃这个比较细的口感呢 对我们看 哇 哇 饮料配炸鸡真的是太爽了 哇 好啦那这期视频呢 没人到这儿 喜欢我的菜鸡的点赞关注 投币三连 我是蜜某 拜拜 拜拜